在台湾非法经营了两年多的Uber 旗下已经有16000多名司机 也有不少死忠的轿车乘客 但是在2月初 政府铁腕祭出了2亿多元的重罚之后 Uber终于宣布暂停营运 照理来说 计程车业绩应该因此显著回升了 但是一言堂采访小组调查实际情况 却发现近半个月来 计程车整体业绩回升并不明显 那么流失的客群到哪去了呢 我们继续追查发现 未来有不少Uber重度使用者 在轿车平台停止运作之后 改用LINE等等通讯软体 跟Uber司机来联系 以群组轿车的方式 持续享受服务 为什么乘客宁愿使用 更不受管制的LINE来轿车 也不愿意搭乘合法的计程车呢 究竟我们政府禁止Uber的政策走对了吗 台湾车来音乐是不对的 载货也是不对的 2月10号交通部四周如临大敌 Uber汽车一辆接一辆 从中正纪念堂一路开往交通部 沿着杭州南路仁爱路不断绕行 要团团包围交通部 单百辆车团结一致 有的车贴上我爱Uber贴纸 还有车子引擎盖上挂了爱心 2月10号Uber暂停营运 司机找上交通部 要求Uber就地合法 我们希望交通部一个相对的回应 回馈给我们 一个真正的对Uber司机的尊重 有平台 有管理 法令要进步 人民有出入 Uber司机原本形式低调 不愿在镜头前曝光 如今也纷纷现身表达诉求 不少司机就坦言 没了Uber这份全职工作 已经快活不下去 我的收入完全归零 Uber救了我一家子 救了我所有要侥薪的贷款 现在整个都归零了 我没有工作权 我不知道我该去合训合同 他把我们的层级拉成计程车 我们这些设计是不会沟通的 腾先生兼职开Uber 受害程度相对轻微 但他为了提升载客竞争力 不只花120万买冰室 加装防火毯等安全设备 还年缴三万元乘客责任险 零零总总也花了不少 今天他站出来 要的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我们载客的那个精神 是把客人当作家人再载 并不会像他们横冲直撞的 说加油就加油 说紧急刹车就紧急刹车 希望这是政府能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让我们来一起竞争 不要说一味的像把小黄刚落实 落实团体一样 说我们就是要保护它 所以要用旧法来规范新法 Uber司机上街争工作权 但关于他们是否可合法载客 相关争议从没提过 对计程车司机来说 Uber加入竞争后 市场秩序被打乱 Uber更应该为此负责 还没争取到合法营业 Uber却大张旗鼓发表轿车新功能 要吸引更多人加入驾驶行列 手机APP及时没合司机乘客 车子又比小黄低上三到四成 2013年Uber进驻台湾后 就靠科技优势 在传统计程车市场杀出一条血路 每月乘车次数成长35% 导致计程车空车率一度飙上七成 你先拍拍我们的停车场计程车 都没有生意嘛 你乘客都没有 司机比乘客多 不只是市区生意几乎被抢光 就连客源稳定 被视为黄金载客点的桃园机场 计程车都不在所向披靡 我本来是12个小时 我可能去赚到我心里想要的数字 赚个扣东扣西 减个两千多块三千块我就回家了 我现在可能要花15个小时 我才能够去赚到这个钱 才能够回家 很多的就是那种 背靶营业的车来抢我们所谓的 合靶营业的车的生意 那今天消费者只是为了贪图 那一点点的便宜 而且能去坐背靶 但是 Uber成功懒客的原因之一 就是主打优质服务 不仅车资直接从信用卡扣款 免去金钱纠纷 乘客搭完车后 还能透过双向评分机制 对司机评分 若是司机分数过低 就会被暂时停权 自然吸引有不少小黄阴影的乘客 我曾经有搭过那种监测 态度很糟 然后整个车子有一个很重的尿烧味 然后整台车就是伤到一个 你可以感受到那台车可能有点像破铜烂铁人 我曾经还打电话回去投诉过 但是没有用啊 Uber本身它自己的车 那它对自己的车 它不可能脏乱到哪里去啊 而且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便宜安心服务又好 Uber似乎比计程车更具市场魅力 但问题是Uber与小黄之间的竞争起跑线 真的公平吗 没有营业登记证的白牌车 低价跟计程车抢生意 老黄司机们气愤的当场烧了营业登记证 相较计程车司机得备妥职业驾照 职业登记证 外加营业车才能上路 部分Uber司机只要考取一般驾照 开着自家车就能接客 不仅违反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 除了是乘客安全也没保障 他又不用缴税又不用负责任 然后政府又收不到税金 那这怎么会公平呢 杜绝违法营业 杜绝违法营业 托破Uber谎言 吃 相关争议越演越烈 2014年9月交通部开始取缔Uber 认定Uber要合法 就得比照计程车接受政府管制 但Uber认为自己是单纯 每个司机与乘客的第三方电子平台 属资讯科技业 因此并不适用交通法规 不是我们不愿意去纳入现在的法规 是我们不太确定说要纳入的时候 是用哪一个类别去纳入 对不对 所谓一个网路平台的部分来讲 可能在交通运输业 可能三四年前写的时候 法规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手机 根本就没有3G网络这一块 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平台 这种概念 所以这一块是要Uber这边 身为一个平台的部分来讲 是用哪种方式去纳入 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一个疑问 都没有收钱 你是等着没有收钱 可是Uber平台那会收 双方任职不同 执法追逐站开打 截至2016年底 交通部得是对Uber 开罚8607多万元 为了杜绝非法载客 后来还推出 号称可取代Uber的 多元计程车方案 辆接近的各式汽车 一字排开 没胡你 这些都是计程车 但是没有一台是黄色的 来看看EV2轿车 多元化计程车 不只采用 与Uber相同的预约轿车 及电子支付 也提供司机评分机制 运作模式就像Uber 不过由于费率方面 无法比计程车更低 很难吸引乘客搭乘 不原计程车 它的价位设定是跟小黄 一模一样 甚至是小黄的1.4倍以上 对 你觉得我们会去接受 对 不会 今年初政府加强取缔力道 将Uber罚款 一举从最高15万 提高到2500万 重罚压力下 Uber车辆越来越少 最后在2月10号 暂停服务 今天打开之后 几乎就是没有车的状况 在这上面是没有车的 然后如果你选择 你要去的地方 假设我选择 我要去的地方 它就会出现说 已经停止停工夫了 政府打Uber 看似收到成效 只是没了Uber 乘客就真的如交通部期待 回流计程车市场了吧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平台 可是我们这个平台 都已经太依赖Uber了 没办法 所以只能用Line 住在基隆的Amber 支撑Uber 重度使用者 听闻Uber即将停业 她立刻私下 与熟识的Uber司机交换Line 没了Uber 照样搭乘白牌车 享受服务 请问是到基隆吗 对 那我们走国道1号可以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会跟她预约 例如说什么时候要用车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Uber 可以交 所以我就会预约 我大概什么时候要用车 然后她再去调整她的时间 然后再配合这样 Amber 驻基隆 往返台北 若是搭乘Uber 单趟车资 就省下约160元 让她完全不考虑 回去坐计程车 更重要的是 她与司机马克 早已建立新来感 你觉得你还有在出国玩吗 有啊 预计3月1号要出去巴黎到 做长途一点的 20 30分钟还是会聊天 感觉就是这个人还蛮诚恳的 对 就不像一般小黄的那种 会给人家就是驾驶 他就只是驾驶的那种感觉 对 Uber退场后 不少乘客都跟Amber一样 改用Line轿车 网路上需求热烈 甚至出现轿车群组 全国从北到南分区服务 不过热门地点 有的成员数多达400多人 讯息操作相当混乱 Line 司机乘客不断发出讯息 到最后变成陌生人 与陌生人互相媒合 由于没了Uber 原有的互信轿车平台 要是搭乘过程出现纠纷 双方权益不知谁来保障 有这个双方评分制度 乘客不敢乱搞 司机也不敢乱搞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双方都是有保障 然后再加上也没有GPS的全程记录 所以讲白点如果被绕路了 或者是中间在车子上有纠纷 其实完全无从申诉起的 Uber转入更不受监督及保障的地下经济 难道是政府和社会大众所乐见 Uber难道没有合法化的可能 而计程车与Uber之间真的没有双赢可能吗 目前交通部认为Uber要合法化可以 单应比照计程车队 纳入现有的计程车客运服务业 因为它的运作方式与一般派遣车行相同 车行在接受顾客需求后 再派遣司机出任务 不过也有专家学者认为 Uber应另立新法 因为它是交通运输的电子平台 乘客 司机各自发出需求时 Uber再从中没合 它这样利用数位科技去营运的一种方式 它是现在的一种创新 那如果要用传统的计程车规范去管理它 那一定会产生一些汉格或格格不入的状况 它是新的开始 那开始了 那开始了一种熟悉的问题 在哪里 事实上包括澳洲 美国 加拿大 早已为网路运输平台订立新规 2013年美国加州就新增了网路运输业 将Uber、Lift等轿车平台业者列入监理纳管 而且即便是私人自用车 只要符合规定也能载客引力 今天杀死一个Uber还有千千万万一个Uber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去 愿意去坐驾这个转动时代的齿轮这个动作 不过交通部担心 台湾都会区计程车市场已经饱和 再开放自用车加入只会引发恶性竞争 都会区大概站在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立场 还有就是市场秩序的一个立场 那大概原则上没有空间再做开放 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 我们绝对不希望这个市场是一个那种血流成河的市场 交通部依法行政无可厚非 但现行的交通法令是30年前制定的 能否完整规范近几年才出现的共享运输平台 是一大问候 抗议现场面对Uber司机的灵力攻势 交通部官员交投接耳似乎有些招架不住 尽管Uber按下了暂停键 却止不住共享经济趋势 再向前迈进的走步